我剛才帽子整個是歪的 對不對 我剛才賣帽子整個是歪的 有一點的 辦公室的主任 還有我們這個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要照他鞋子 為什麼要照他鞋子 是因為他本來只是 出來買個鹹酥雞 房子都塌了 他滿面笑容鹹酥雞 畫面中看起來 他好像是南部的立委 來臺北觀光 笑嘻嘻的 然後很開心的一樣 他過去就秉持的時候 他是正義 他要揭壁 他打論文打他多麼用力 他去屏東說 你這個停車場 家是怎麼走八成 他說沒有百分之百 非常的凶狠 好像他責任他的選區 是在高雄 是在屏東 然後就說 前陣的這個漁港 為什麼都給這個廠商的標準 怎麼那麼高 這其中一定有鬼 結果找了半天 沒有找出任何的弊案 原來募然回首 弊案就在他的這個選區 就在台北市中心 在大直非常精華一個地方 如果王文威 身為一個要去 揭壁的一個立委的話 他不可能不知道 在自己的選區裡面 有已經有 這麼多的整個住戶 集體去發函給市府 表達他們家已經快要不能住了 這樣的一個疑慮 結果他竟然自知不管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完全顯露出說 這些居民 你們真的相信錯人了 相信錯了王文威 再來我爆料一件事情 你們手上這張公文 很多名義代表手上都有 我想問一下 王鴻威 你有沒有 你敢不敢處理 今天就是因為不敢處理 才到我的手上 市政府就說沒事啊 王鴻威會處理一下 所以 那你要看他有沒有收到啊 他有沒有像你一樣 收到陳情啊 我相信一定有 你要是當看有了 不是你相信 他怎麼會沒有陳情 但我講破就不好聽了 因為陳情的民眾跟我說 我們也有像藍營的人去陳情 但是沒有人願意處理 王鴻威說我是有收政治獻金 但是絕對不會因此減少監督 可是民眾對比之下發現什麼 發現說你天天在那邊監督 屏東的停車場使用率太低 你才老是這樣 結果機態現在發生重大事件 陳怡君你沒想到 你是沒想到政治獻金 在一起監督嗎 大家都有朋友 但是這是另外的一回事 昨天在現場 還有一個非常詭異的現象 大家在找不到機態 那時候李四川副市長到現場之後 他先這個瞭解狀況 最後一直在問說機態 機態的人怎麼都沒有來 所以如果王鴻威也在現場 那你來了 你李四川副市長 找不到機態的負責人 王鴻威他有捐三十萬給你 你應該要知道怎麼找機態的負責人 所以王鴻威連坑都沒有坑一聲 在那邊發礦泉水 這是像一個立法委員該做的事情嗎 機態捐錢給你 你要找機態的聯絡人 找得到啊 輕而易舉啊 當你四川副市長 在找不到機態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協助呢 那再來 昨天王鴻威委員在現場 戴這個工地帽的時候 我們來看民眾捕捉到 對 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我的帽子都歪了 我剛才帽子都是歪的 這邊很朝鮮 對不對 我剛才賣帽子整個是歪的 有一點 好 辦公室的主任 還有我們這個 你可以看到 這不是這部畫面 為什麼要照他鞋子 為什麼要照他鞋子 是因為 他本來只是 出來買個鹹酥雞啊 房子都塌了 他滿面笑容 那是時間點什麼時候 那個大概是 大概七點多的時候 我們一群人抵達了現場 我是第一個到 那王鴻威什麼時候到 我不曉得 但是我們在戴這個工地帽 要錄到現場的時候 竟然發現說 他戴工地帽 居然還可以微笑 還可以這樣笑得這麼輕鬆 笑得好像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 我想問王鴻威 王委員 你在這邊票非常多 你到底有沒有接受到 這些民眾的陳情啊 民眾投票給你 你這時候 要不要為 為什麼是陳情到你這邊 大指其實是很藍的句 兩個月前就在我這裡了 那他有沒有接受到陳情 他有沒有處理 是啊 我據說他沒有接受到任何的陳情 那在現場還可以笑得這麼的開心 讓我們覺得說 非常的冷血 而且這個李四川副市長 跟蔣萬市長到現場 其實大家的臉色都很凝重 都很沉重 只有他一個人現場 只有他在那邊 還可以戴工地帽 在那邊談笑風聲 我們感到說選這樣子的委員 相當的失望 而且我不曉得他有沒有傾走基層 他走到這個事發的這個現場 因為整條巷子都貼滿了這個公告單 他到底有沒有看見 好我要給觀眾朋友看一下一個對比的畫面 蠻諷刺的 這是大指民宅下限的狀況 發生這樣的事情 王洪偉忙的是什麼 你屏東什麼停車率太低 停車場停車率太低 這是信義計畫區出現的天坑 信義計畫區 信義計畫區 我們的徐巧鑫 他在忙什麼 你們台南沙盧綠能科技 車的使用率太低 停車場漏水 他們忙的是這些事情 有人直接做出這個梗圖了 站在自家淹水中 罵別人家牆壁掉了一塊漆 賴金河出來 黃偉者出來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埃金河發重訊 認錯宣布全面停工 損害領防 絕不推卸 表示絕不推卸 會幫助到哪裡 這個大家要持續觀察的 事情發生之後 有好奇查了一下基態的政治獻金 我們來看一下 清一色都是 兩位是民進黨的 其他清一色全部都是國民黨的 那麼其中王鴻輝 這是他的選區 他拿了30萬 王鴻輝說他錢是拿的 但是他還是會完全的一個監督的 就發文啪啦啪啦寫一堆 但是網民是滿氣憤的 有人說你怎麼不問 我有時間管到屏東停車場 沒有時間查自己選區的陳情 是不想理會還是難言之隱 不然八個月今天不會這樣 有人就問他說你到底有沒有收到陳情 你收到陳情之後怎麼處理 這個宜君他收到陳情之後呢 兩個月的放心不下 只要經過大折就會看 大家繼續洗版王鴻輝啊 倒了才處理 八個月前的陳情你在幹嘛 只會監督屏東嗎 爛透了 現在想起來自己是台北市的立委了嗎 整天管別人家的事 一手打綠能 一手拿綠能 一手拿雞蛋 出事切割罵雞蛋 來 沒錯 拿政治獻金的 十個藍的 兩個綠的 可是為什麼王鴻輝 大家對他是特別的一個生氣 因為從畫面中看起來 他好像是南部的立委 來台北觀光 哇笑嘻嘻的 然後很開心的一樣 他過去就秉持之後 他是正義 他要揭斃 哇他打論文 打他多麼用力 他去評都說你這個停車場 家是什麼時候八成啊 哇說沒有百分之百啊 非常的凶狠 好像他這個責任 他的選區 是在高雄 是在屏東 然後又說 這個前陣的這個雨桿 為什麼都給這個廠商的標準 怎麼那麼高啊 這其中一定有鬼 結果找了半天 沒有找出任何的弊案 原來木產回首 弊案就在他的這個選區 就在台北市中心 在大直非常精華的一個地方 如果王鴻輝 身為一個要去 揭斃的一個立委的話 他不肯不知道 在自己的選區裡面 有已經有 這麼多的整個住戶集體 去發函給市府 表達他們家已經快要不能住了 這樣的一個疑慮 結果他竟然自知不管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完全顯露出說 這些居民 你們真的相信錯人了 相信錯了王鴻輝 相信錯了這個蔣萬鴻 如果從一開始 居民發現有問題的這個時候 很認真的把這件事情 拿去承情 去抗議的把他鬧大 讓大家知道他嚴重性的話 建商就會被逼迫 重新檢視之後 他就會停止施工 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一個悲劇 今天是不信中的大姓是說 大家撤離了之後 到了晚上十一點 他才沉下去 如果是八點鐘直接沉下去 會有多少人命的這個傷亡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蔣萬鴻 你不要再講一些 口上很好聽 說一定要叫建商負責 到時候建商就拿著那紙公文說 你們都說已經沒問題了 我才動工 建商就這樣跟你講 這樣子你要怎麼打 跟他打官司 然後跟建商都已經講了 已經初步認定 本局不予以列管 你給他放行了 講話要玩真的 政風處檢調單位 直接從局長到科長到工長 一個個全部把他全部調查起來 包含這個建商 他從一開始一定有非常完整的 臨方鑑定的相關的照片圖片影片 現在就跟檢調單位去申請 去把他扣押 讓他不要去銷毀直接電子記錄 不然建商就兩手一攤說 我資料都弄丟了 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一開始還沒該辦 市政府認證的 你市政府認是沒有安全疑慮的 不用列管 市政府講的 我當然就認真 到時候這些住戶 就只能去找市政府賠 市政府賠之後 國賠最後也是全部納稅人買單 所以蔣光安該做的 市府後續的處理 該找建商要做的責任 不要再有假動作 王宏偉並沒有自知不管 你看他跟蔣光安 跟民眾開會 前進指揮所的會議 還有包括在現場 這個慰問受災問民眾 這兩天王宏偉都在現場 昨天跟今天他都有在 昨天晚上就是要買鹹酥雞 那個畫面 不管是買鹹酥雞 還是做什麼 今天出事了 終於坐在這邊了 這兩天的這個會議 他都有在 不管怎麼樣 王宏偉或許沒有 不管怎麼樣 王宏偉他有在現場 這事情都幾個月了 辛苦你了 不管幾個月 至少人家都有在處理 至少要同志情 至少他有說 他要求全面 防止他全面脫產 他現在是做做樣子 不得不面對 做做樣子 人家在處理民眾的問題 你就說他做樣子 人家沒有在想 人家沒有在想 人家在展現給他的選民 你們硬是要逼他 起碼提一個證據 他如果有誠意的話 你看民進黨的議員 潛思培王明生 又收他十萬 他也沒處理自己 連一句話都沒講 這個網路上都查得到 晉平 說實在 我們都有做過機關 你們兩個 當然 他這個事情還沒有發生 一直在關心 現場只有陳宏偉議員 跟王宏偉委員在 其他的議員 但是王宏偉 他剛剛那個畫面 剛剛那個在那邊 直播在那邊畫面 其實網友也很 很生氣 你或許說他的嬉孝 是不是很有問題 但是他其實 王宏偉昨天在不在 根本不是重點 他要前天在 他要六月在 四月五月 管南部的事情 王宏偉是一月份 就補選當上立委了 這個事情 什麼時候陳情的 四月份 對不對 你不要告訴我 昨天才來前天才來 你剛上任 你就有應該去 關心這個事情 而且我必須要講 他在媒體上的曝光 是屏東的前瞻基礎的停車場多 還是這個案子多 這個案子 昨天晚上之前是零 對 我覺得我沒有看過他關係 如果這個案子 他有沒有開過一個記者會 他有沒有召開一個公聽會 完全沒有嘛 所以70天 70天我們當初只想到說 他政黨這個選票補助多少錢 他70天選兩次基礎給他多少錢 然後你看 然後你看 他是他關心綠能綠電多 還是關心這個案子多 自家腳底下的大師 你有沒有關心 他有沒有要求基礎防止他拖廠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他有要求 但是打後面 不要馬後炮了啦 不要馬後炮 不要馬後炮 什麼話都不講 你們又批他 我跟你講 你之前你有像宜君這樣子 就夠了 王敏昇跟簡素肥跑去哪裡 我在爆料一件事情 王敏昇不是這個選區好不好 他機探難 他不在那個選區好不好 他不會在台北市其他地方蓋房子 他有四個建案 那別沒出事情 所以不能說收了錢 就不在那個選區 就不要講話 捐錢不是問題 問題在態度 王洪威王委員 就是這一區的立委 他應該要負責的 再來我爆料一件事情 你們手上這張公文 很多名義代表手上都有 我想問一下 王洪威你有沒有 你敢不敢處理 今天就是因為 不敢處理才到我的手上 市政府就說沒事 王洪威會處理一下 那你要看他有沒有收到 他有沒有像你一樣收到陳情 我相信一定有 你要上看有 那不是你相信 他怎麼會沒有陳情 他在那邊票這麼高 這邊只有一個立委叫做王洪威 所以要是跟他查 他有沒有收到陳情 這邊只有兩個立委 一個叫做蔣萬 一個叫王洪威 讓我講破就不好聽了 因為陳情的民眾 跟我說我們也有向藍營的人去陳情 但是沒有人願意處理 才到我的手上 那他藍營的人是誰 你就問他嘛 或是看是不是王洪威 我知道是誰 你讓我在請問議員 因為你在地比較熟 那如果是王洪威 你就講出來啊 過去的投票傾向 是偏藍偏綠 當然是鐵藍啊 這個地方 如果是一個鐵藍的地方 他們有要陳情 你說他會先找綠藍 先找藍的 旁邊就是空軍 旁邊就是空軍總部 那個人不是王洪威 就是國防部 就是海軍總部 好 你告訴我 那個地方的投票行為很清楚 所以我說他這蔣萬安完全 如果有這種投票行為 竟然沒有去找藍的議員 藍的民旦 這很怪嘛 對啦 然後蔣萬安完全辜負 然後另外一個 我們沒有辦法從選軍的結構 說就要找藍綠藍 不必查理藍 因為這些不可以高雄 不可以平等的事情 在整個人民裡面關切的事情 新義區的坑不夠大嗎 不是王洪威或蔣萬安的政治 而是兩百多人 蔣萬安已經說了 無家可規 剛剛是台北的坑 新竹竹北的天坑 大家也是瞠目結舌 那厲害 結果一查有事啦 新竹縣的公務處長 住處收出了百萬現金 一向建商收賄 四人遭到生涯了 新竹縣陽文科的公務處 這是第二個人出事 你在這邊有個重點是什麼 過去同樣的新聞 只有在中國大陸 貴州那邊的一個縣委書記 那是在馬桶裡面收到現金 他在水管裡面收到現金 水管裡面沒水嗎 怎麼能藏錢 所以真是很厲害 所以我說這個選區 臨近這麼多的軍方的單位 所以我們知道 他選民結構很清楚 好 所以蔣萬安你辜負了 這些選民對你的企圖 這件事情剛剛講過 從四五月到現在 他們真的很相信蔣萬安 老師我告訴你有多相信好不好 蔣萬安昨天在那邊發文說 我們怎麼處理怎麼處理的 下面一排這些市議員 市長你辛苦了 市長哪裡辛苦 哪裡辛苦 市長還有心情去上海雙層論壇 市長的市政府保證安全 當地的居民才辛苦 還在演講上營私作對 對不對 還在去逛夜市講四川話 遇到老鄉 他忙得不亦樂乎 還被對岸告大力的稱讚 親民 早上起來還去晨跑 市長哪裡辛苦 對不對 他根本沒有把這件事情 一群人站在捧市長的馬屁 根本事情沒做好 市長哪裡辛苦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悲哀 這些選民對蔣萬安這麼寬容 然後還這麼相信他 相信市長 還相信都發局 直到被人家所謂的 鑑定報告出來之後 才被打臉 才發覺才驚覺自己被騙了 然後才來找宜君幫忙 但我必須要講 宜君服務有沒有在看藍綠的 今天坐在這個地方 也不會投他 你去做了也是 雖然你不要期待會不會投你 他們還是會投國民黨 沒關係 但是我覺得民主政治就是一個造妖境 今天你甲萬安 你這樣子的對待 然後現在才要跑過來這邊 表達你的關心關切 但是我講 為什麼這些市民 他們竟然 因為一二樓已經發 已經發生這個歸裂了 他們還貼出公告 說呼籲樓上的 你們也觀看 你們有沒有歸裂 已經在對外求援了 他們就向外求助了 哪有人會把自己的房子貼裂 說我的房子有裂痕 已經想賣相了 你都要轉手就轉不掉 轉不出去了 他們已經覺得說 我們的安全已經不 這整棟應該都要 最重要了 他們已經不在乎了 誰會說我的房子是兇宅 誰會說我的房子有裂痕 他都是盡量不要 可是為了自己的安全 也必須要自曝其短 所以這就是這邊的一個 這個選民 這些民眾 他們的一個可憐的地方 所以我是覺得 今天王洪威 你作為這個中山 這個中山北新 北中山區的 唯一一位 我覺得是唯一一位立委 今天如果有三個立委 你就說 那不是干我的事 你是唯一一位 從頭到尾也沒有關心過 這時候才戴安全帽 還在那邊嘻笑怒罵 然後他還說 哎呀你看 我不是只有我收集太的錢 減舒培 這個王敏森也有 人家不是這個選區的 搞清楚嗎 我覺得真的不用 再去幫王洪威拗 也不用去幫 台北市政府開拓 我們也沒有說 蔣萬知道這個案子去包庇 因為我們也不覺得 這個案子會上 上 上綱到蔣萬案 對不對 可是都發局的公文 是白紙黑字寫的嘛 解除列管嘛 列管就是 無須列管 對啊 這就是 從來沒有列管 列管就是 建商的緊箍臭 緊箍臭 滋北這個風采520還一直在列管 對啊 你再怎麼樣也是寫列管中 結果人家只有吃進去一台車子 他是吃了整間房子 對啊 持續派人擊殺什麼東西 旁邊已經貼了滿滿滿滿 對於建商的抗議 台北市選區很小 台北不是鄉下那種大選區 就中山北松山這兩個地方而已 而且北松山是王洪威的老巢 他理論上選上立委說 全力就跑中山區嘛 這麼大的建案 你說王洪威 如果啦 我這樣講 如果王洪威不知道的話 剛好啦 這次不要投給王洪威了啦 不是 我跟你講 整個中山區 王洪威補選的時候 是輸給吳一農 對 但是大直這塊 這塊是贏的嘛 幫他補很多票 你的優勢選區 我不信你沒有去那邊跑嘛 然後他沒去那裡顧 陳怡君在那裡顧得這麼繳分 對啊 這是很大的問題